大公報 五大主題迎合不同讀者需要8出版社推譽350新書 2015年7月14日文化 B.17 《大公報信》 記者林巧如 實習記者黃南芬報導 一年一度的文化城市香港書展即將開羅 昨日聯合出版集團記屬下8個出版社 三聯、中華、商務、萬里、新雅、中和、教育圖書 原方舉行2015香港書展新聞發布會 並由一眾出版社要員和多位作者唱談分享新書特色 出席的作者包括 立法會議員張宇人 香港教育學院副院長呂大樂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戴希臘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副教授吳偉明 繪本畫家John Hood 等 文化活動四十多項今年各出版社分別以生活智慧 親子閱讀、社會逆話、抗戰回憶 香港足印作五大主題 迎合不同讀者的需要 今年推出的書籍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為迎接者向文化成宴 今年書展屬下8間出版社推出超過350種新書外 還將舉辦四十多項文化活動和向讀者提供各種優惠 聯合出版集團業務發展總經理梁榮忠說 回憶裡頭重要的片段 總會自動自覺配上了背景音樂 每首以情歌為主的流行曲 成為了我們記錄那個時代日子人物情感的工具 生活類書籍人生就是流行曲作者John Hood 說 書中的繪圖代表人生中不同階段的故事 聽平、艾國榮、黃飛和陳奕迅等歌手的流行曲 腦海便會浮現特定的畫面 並畫出一幅幅承載和憶和感情的繪圖作品 此外,以熟能牆的親子書籍十萬個為什麽今年已增至十八個學術範疇 匡闊讀者的身視野之餘,亦能增廣知識 作者蔡慶倫表示,書籍搜集了七千多幅圖片外 橫集結了七百多位不同範疇的專家為讀者解答多達四千多條問題 以社會譯話方面,日本流行文化與香港的作者吳偉明分八個 將這展述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四十多年來日本與香港之間的文化互動 雖然這本書以學術書籍格式製作,但內容淺白 相信可以勾起不同年代讀者的集體回憶 吳偉明說,日治香港女警六十年今年仍來抗戰勝利七十週年 學者周家健著作的逐世消磨日治時期香港人的悠閒生活 深入考察日治時期香港的體育活動、飲食文化、澄息事業、文化活動及相關法規 呈現出市民處於無常的困境 如何如常地生活,側面道出日治政府如何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 營造出香港市面歌舞聲平的假象 同樣是香港故事,但香港樂高迷用活組增儀強和恐加文則以積目砌出 作為圓、九龍城寨、尖沙咀等多個香港新舊三地標的書籍砌出香港 他們深入淺出的拼砌技巧、微型作品製作示範、赴以相關歷史專門介紹 讓讀者全方偉地砌出香港 今年環有一個很特別的題材,是關於女警在香港警隊角色的變化 令南大學副教授陳孝能與香港教育學院講師何嘉琪分享道 在新作香港女警六十年以社會和歷史兩條線索入手 展現香港女警不平凡的六十年,側面回顧香港近代歷史大事